第九 孟子惠送勾錢釀 勾錢 只好有符 吾予子猶 人知知亦稀稀 人不知亦稀稀 若 何如詩可以稀稀而 若 尊得樂意 則可以稀稀而 故事窮不失意 達不離道 窮不失意 故事得幾言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言 故之行得志 則家於民不得志 修身言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送勾錢是個稅客 當時叫做中橫家 遊不去玩 是遊說諸喉的人 三寸不爛之時 推行自己 剛才我們所說的法術之家 但是在這時期 可能還有些良知 勇指教訓他 你又喜歡到處去遊說 推銷自己 我和你講一下遊說之道 人要有自尊 人家用你 這個知知是用你 知你用得 你又覺得是囂囂 這個囂囂不是囂囂 是自得其樂之謀 有種自信 自貴之處 當然人知知 即是欣賞你 你更加 即是使得 你當然是有種自得之樂 無骨輪訊 但是人不知 易囂囂 你的推行那種政策 未必一定成功 就算失敗 敗了也好 我也覺得自己是有自信的地方 有高傲的地方 他說 輸了不行 為何還可以撩撩得起 不是阿Q精神 如何如斯 可而撩撩 這時候 真是富貴尊名 六國大風相 就是真的 看大戲 六國敗相 推行那種政策 受到欣賞 六國敗相 那就是六國敗相 那個便可以撩得起 做大戲 一開始的 六國大風相 真的 但是 不行 推行失敗 都可以 這樣 我忘記是蘇秦還是誰 原諒刺股 是不是蘇秦 蘇秦 蘇秦 不是真的可以 他回去之後 他初初出來推銷失敗 結果回去之後 老婆看不起他 家裡什麼都看不起他 結果後來 發奮 再讀書 拿著原諒刺股 看看 黑眼睡 他 在糧上 扔繩 綁著邊 一刻 一搓 痛醒 但是 一搓 釣魚 一搓 一搓 然後 拿著 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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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讀出來 所以 如果不能推銷 怎樣可以 撩一撩呢 失敗就失敗 還撩一撩 但是 孟子說 不是因為這個得失的問題 而是 有時候失敗也好 你有自己的可貴之處 就是 尊得樂意 就可以撩一撩 不是出術 不是出古話 去統好當時的時君 而是 你有一種道德的承擔 就算別人不用你 你也會覺得你是成功 有他的高無之處 所以 是窮不失意 達不離道 窮不是沒有錢 是你的理想計劃 行不通 叫做窮 窮是道之窮 窮和貧不一樣 貧是沒有錢 窮是你的理想抱負 沒有法失 窮也不能失意 法道人的原則 你還要掌握 窮不失意 沒有出賣自己去求贏 窮也要打持人格 道德 做人的宗旨 達也不能離道 道就是做人的原則 有一個規則 不可以離譜 即是放縱任日 大窮的時候辛苦 有了兩個錢 你就真是花天酒地 這個又不行 達不離道 窮不失意 故事得幾然 窮不失意 我絕對不會忘記從人 窮不失意 我沒有忘記從人 我還有自己的人格的尊嚴 所以 事得幾然 拿回自己的人格尊嚴 我沒有出賣自己的尊嚴 沒有出賣自己的人格 去討好你 現在有一個問題 有些留學生去讀書 希望快點拿到學位 被當地的老師說 不行 你根本沒有上課 你根本沒有上課 你還沒什麼 你就是希望拿到學位 你幹嘛拿到學位 你拿到學位回去賺錢 你不如去做生意 窮不失意 不會囂張 你不如去做生意 好過 不要來讀書 讀書 窮不失意 事得幾然 達不離道 不會囂張 你不如去做生意 好過 不要來讀書 讀書 不是這樣的 窮不失意 事得幾然 達不離道 不會囂張 相拔戶 就民不失望而 我選你出來 希望你做個這樣的職位 去到花天酒地 又貪飲 又貪食 又貪財 你要百姓看到你 是不是失望 失望 得幾 這個註解諸子 得幾 言不失幾 不要迷失了自我 保持人格的專業 民不失望 就是 人的數望 的輕度 自度 自治 我選你出來 希望你真是 在政治上 在社會風氣上 有個改變 成功的管治 不是單單是溫飽 最重要是 移風逆族 你上了這個位 不是賺錢 不是解決我的溫飽 而是 移風逆族 改變社會的風氣 你才能真正成功 我看見社會這樣問題 希望真的有個有能之士 上了這個位 上了這個位 事不知你更差 就是令人失望 事不失望 人數望其能夠輕度自治 你上了這個位 你真的做出功夫 果如所望 下一次的選舉 會得到這麼多個票 上一次被你握 下一次別人就不肯 你做出來之後 別人會繼續選你 窮不失意 事得己然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 而 等你上去 希望你真的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做出事 事不知不是 你還賣過以前 那就糟了 所以 古之人 德智 是責家於民 是誠之上 達不離道 民不失望 德智 就是你上了這個位 剛才那個窮是失智 失智就叫做窮 現在德智就是負 德智的地方就是 能夠 你上了這個位 你的恩責是 加於百姓之上 我選你 你真的有政治眼光 你有政治的才幹 你的品行也好 又沒有貪污 又改變社會 又改善民生 這就是責家於民 改變社會 疑風逆族 生活改善民風也好 這就是責 這就是恩責 具體的正跡 責字是正跡 責家於民 不得志 你不辱我 修身賢於誰 退居平民百姓 但是他是一個道德的長者 道德的典範 雖窮則讀善其身 招不起的 就做好自己 能夠上到位的 就責家於民 兼善天下 說院第八 集言篇 信耕之時 不能利其論人 大信 傅還無銀障傲 是耕田仔出身 只是耕田而已 耕田的時候 不能利其論人 窮 自己都管不上 怎能見到旁邊 極為天子 天下大志 全世界都看齊他 感大於他 薄王女嬰 姚帝 兩個女兒嫁給他 看看他是否內外一致 孤君子 窮則 善其身 達則 利於天下 借安傳 晉書石安傳 肥水之戰 肥水之戰的重要人物 借安、借石、借元 借氏家族 當時是大的家族 福堅在北方中 要打下來 急急可危 據說 頭邊可以斷流 扶一條馬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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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令到黃河 都斷流 長江 斷流 這麼厲害 為何偽在丹席 希望借安 借安 如果不出的話 如蒼生河 如真愛也 百姓真的沒有負 你不出來做官 我們就淒涼了 借安寄出 我們的百姓就有救了 如者奈也 奈蒼生河 出語不出 一個真正有用的人 關係天下是這麼重要的 關係天下蒼生 不是口說的 歷史記的 肥水之戰 一個真正有用的人 是這麼重要的 剛才我們說明文天祥 我還看到一件事 有功的人 有功德的人 他寫了之後 真的可以享用到 一塊土地 安葬 我好像在湖南開園會 上去過岳陸山 我不是去過 因為有廣大先生認識的路 我跟他去過岳陸山 他坐在岳陸書院的下面 一路上山去到那裡 上到最高頂 原來是王興的墓 王興的墓 拿了一層是蔡岳的墓 那個墓 那些地方很好 真是有功的人 王興是孫中山先生的得烈助手 但他不要功 他去打廣州衙門的時候 帶兵親自上陣 他不肯死 真是帶頭去 他平定了 他不出來爭工 那個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 他也有個女兒 從美國回去 文革時期 那個墓 就是有一個清天馬日 是拆了清天馬日 其他地方沒有欲 蔡岳的下一層 沒有他那麼漂亮 你看到的氣勢 沒有王興的墓 但是用白漢白石肉 藍杆製造的 船書、挑剋 很漂亮 下面還有祭祀館 在湖南的後人 都很尊重他 不要動得到他 你們是郭父孫中山先生 在南京 他們可以享受這些地方 先秋萬世 有這些功績 這些是歷史的紀念 你便知道這些人的存在 重要性 如蒼生賀 是四隻字 蒼生賀 真是有益於世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多東西寫的 四隻字 八句是四隻字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堅善天下 孟之若 待民王而後興者 凡文也 若父浩傑之事 須募民王又興 有好的領袖 然後感染到百姓的感發興起 但是要依賴這些民王 然後才可以標出來 這是泛民 若父浩傑之事 真正的人才 不用的 雖無民王 我一樣可以標出來 以前我老師說 一流的老師 未必能培養到一流的學生 但可能三四流的老師 就培養到一流的學生 因為那些學生 阿sir 不行 他就自己去努力 就標出來 有時候阿sir 太行 什麼都依賴先生 他就不用做 他就說 雖無民王 有興 靠自己 他是一樣 他是孔門裏面的第五代傳人 他不是指師 他說授業於指師的門 或者指師之門人 是一個爭論 他說第五代應該是指師之門人 他不是指師學生 是指師的再傳弟子 所以他就靠自己自修 自己 叫做 師屬 喊者 要靠其他地方去看其他東西 自修回來 去超越上去 孟子 雅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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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元朝 他才追封做阿聖 之前 阿聖是顏子 後來到元朝 顏子就轉為伏聖 孟子就是阿聖 孟子是至聖先師 孟子是阿聖 第二個聖人 山東出兩個聖人 一天一地一聖人 山東兩個聖人 雖無民亡遊興 完全靠這些 所以以前那些學生 阿怨 我媽媽又窮 不識字 滿口粗口 我說正常 跟著他 你不可以賴 要靠自己出來 要靠你自己 常常說粗口 我爸爸也是這樣說 習慣了 賴家 要靠你自己 要靠我吧